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美国的加州 已经是参加完WWDC有一段时间了 这次我们是受苹果的邀请来到了Apple Park 也就是苹果总部亲身感受了一下WWDC 很多同学都知道苹果刚发布了一些新品 像是MacBook Air的15寸 还有M2 Ultra的Mac Studio和Mac Pro 以及你们最关心的Vision Pro混合现实的头显 我现在已经体验完所有的新品了 所以就赶紧来和你们聊一聊 今年苹果发布的新东西到底都是几斤几两吧 首先长驱直入的 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最重点的Vision Pro头显 我玩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吧 现场它是不允许录任何的试玩素材的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聊一聊它是个什么感觉 应该说还是挺震撼的 但是和我想的又有点不一样 我本来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颠覆性的东西 但它不是 它更像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发挥到了极致 再加上苹果对于交互体验的追求 最终就提供了一个很惊艳的成品吧 另外Vision Pro在这个惊艳的感受底下 它也是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我们要聊的 那我们就慢慢来讲好了 首先这个头显让我最印象深刻最佩服的 是它完全没有杀窗效应 它的清晰度是真的很高啊 我玩过不少的VR头显都宣称自己是影院级的体验 可以在VR里面一个个角度去看大屏幕看电影 像影院一样 但我从来都觉得这就是个噱头 就是个营销 因为我实际拿这些VR眼镜看电影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满屏都在闪 尤其是你稍微偏一点角度 你不正着去看这个画面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明显的颗粒感 这个就是纱窗效应 你看什么东西就像隔了一层纱布一样 但是苹果的Vision Pro 你用它看东西就基本不会有太明显的颗粒感 硬件上它是单眼4K像素量的分辨率 但它给我的感觉体验是要比市面上的一些4K的头显要来得更好的 当然你在它里面观影的话呢 不像你直接去看一个4K8K电视那样清晰锐利 我觉得等效差不多是1080P到2K的屏幕看电影的那个感觉吧 但你不会觉得很违和 因为它确实就是仿佛你在一个影院里面看一样 你也可以把这个屏幕拉得很大 因为它没有这个纱窗效应的存在嘛 所以说感觉就很自然了 第二个惊艳到我的呢就是交互 这个眼球追踪是真的非常非常精确的 指哪打哪啊 而且它完全没有延迟 苹果给到的数据是12ms的链路延迟 我自己也确实感受不到任何的延迟 包括它的这个屏 我觉得虽然没有明说它是什么刷新率 他们的PM也不太愿意告诉我们 但是肯定是有至少120Hz的 这个我是能够感受出来的 不然不可能是它这个流畅度 然后配合上这个手势控制 其实手势这个东西其他一些VR也在做 但是完完全全只靠眼睛和手来输入 真的是一种很新奇很符合直觉的体验 就让你有一种未来枪制的感觉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看着它这个图标我捏一下 它就进去了 然后我看着底下这个条 我眼睛一脱它就过去了 你在编辑一个文档的时候 只要你看着它这个字 这一行字 你拿眼睛这一拉就框悬上了 这样的一个交互 你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人机合一 就仿佛这个系统就在你的人脑里面一样 它是你人脑的一个部分 就是这么直观的一个感觉 还有就是它的Persona 这个东西咱们按照ACG里的讲法 就叫人格面具 Persona 这个现场我们是用iPhone的Face ID来扫我的一个人脸的 但是零售的机器应该会用头显前面的摄像头和传感器来扫你的脸 然后记录你的Persona 在你打FaceTime电话的时候就会显示给对方 包括你和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头显前面的小屏幕也会显示出你的眼睛实时的变化 你要说实时它其实不是拍出来的 这个都是渲染的 它不是实拍的 但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是蛮有说服力的 看着至少也像是一个面部的游戏的程度了 这个面部的动作还挺逼真的 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它虽然不能直接去随时拍你的表情 但是它在内部有很多的传感器实时监测你眼睛 还有你周围的肌肉的变化 所以它是可以有意有据去渲染的 它可以尽可能推测出你现在的表情 然后在虚拟的脸上展现出来 另外一点就是在混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上 苹果做得很好 Vision Pro是一个混合现实的头衔 它走的主要是类似于VR的路线吧 就是把外界的影像通过摄像头传到里面的这一块屏幕上面 当作一个画面背景 可是我用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违和 确实你能看出它是摄像头拍的 因为有噪点的存在 并且你在晃动你的头部的时候 它会有动态模糊 这个画面会糊一下 但除此之外 你不会觉得它和你直接透过去看外面的有多大差别 我觉得苹果应该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去优化这种感受的 很明显的一点是 它这个摄像头拍出来的景深焦段和你用肉眼看外界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它的白平衡色温色调这些 也和你用眼睛直接去看外面是一样的 它不像我之前用过的VR一样感觉就是可能过于广了一点 稍微比人眼广那么一点你都会觉得违和 颜色稍微不一样你都会觉得违和 这个不是的 这个和你肉眼看出去几乎是没什么区别的 这个Vision Pro完全不会有问题 这个就是哪天要是我瞎了 装一个赛博朋克里面的Kirushi一眼 可能就不会看出来和原来有什么区别 就得是这个感觉 好 说完这些牛逼的地方 我也得说一说它的问题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FOV角度还是有点太小了 视野依然比较窄 我感觉差不多是100-110左右的FOV吧 它这个上下左右的大黑边还是在那儿的 就这么一点可视范围 你的FOV没法做得太宽广的话就没法完全沉浸进进去 这总归是觉得你自己在看一个夕阳镜或者万花筒的感觉吧 就周围一圈是黑的 没法做到那种Link Start的程度 对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 重 这个玩意儿真的是一点都不轻啊 大概是不到500克的样子吧 那我就问了一下苹果同学为啥要用金属材质 搞那么重 他就给我来了一句 因为好看啊 我也没法反驳 那确实挺好看的啊 这么大一个铁疙瘩戴在头上 总会觉得有点头重脚轻 你要防止它往下掉 你又得把它勒得很紧 其实并不是很舒服 我戴一个小时下来呢 感觉还是稍微有点头痛的啊 然后我一个小时下来 眼睛也觉得是有点累 有点晕的 其实我问了一下周围 好像戴眼镜的同行呢 不少都有同感 但是不戴眼镜的呢 好像就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感觉就以现在的状态来说呢 它并不是一个能让我天天日用很长时间的设备 再者就是这个小尿袋 充电宝 这个有点绷不住啊 最最关键的是 这个尿袋 它也就够用个两个小时 我很好奇啊 这个功耗得有多高啊 它那个电池也不小 都快赶上我一个15000mAh的充电宝了 这么大个电池才供两个小时电 这个功耗 我感觉可能要超过30W了 内部有没有风扇我倒是没看出来 也不让说 但是眼镜上的两个散热孔倒是挺大的啊 试完一个小时呢 你摸一下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发热 对吧 其实最理想的呢 我觉得不应该是做两个芯片 它应该把这个RE芯片的功能 做进这个M2这种完整的SoC里面 单个芯片的话呢 你主板也可以再继续缩面积 对吧 功耗也可以继续去优化 不过这样做可能就成本划不来吧 毕竟这个头显应该出货量不会很高 单独出一个全功能的SoC恐怕是要学亏的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就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那种 前所未有的应用 你可以说它把我能想象的到的这些 以往的VR AR的应用体验给拉满了 但是其实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不管是观影还是互动游戏啊 还是办公敲文档这些 其实我之前都见过 可能配合Persona的这个 用数字人的形象来视频通话 这个设施我以前没见过的还是挺新奇的 但是除此之外 并没有我想象不到的应用场景展示出来 我还是期待更多的 我希望有一些能让我脑僵炸裂的震撼八辈子的 刘姥姥进赛博坦的这种应用场景 但以今天体验到的这些来说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 反正狭不言喻吧 我依然觉得Vision Pro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东西 这个真的是我至今为止顽固的最牛的 类似于MR的设备了 不得不承认苹果在交互上面的造诣 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 很难有人打得过啊 这个有点是设想成真的味道了 那我很难说Vision Pro有多么的颠覆性吧 它其实并没有脱离我对于这种设备的认知范畴 但它绝对是现今人类科技能够造出的 我能够想象的到的最好的虚拟现实体验啊 你可以说它是把以往那些预告片里的特效作的体验 给真的实现出来了 挺好 它们离超梦和刀剑神域又跟进了一步了啊 当然了它这个价格标签也是很刺激啊 三千五百刀 两万五人民币啊 哇靠 这是一个完全没法普及的价格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树立标杆 或者说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的 这种性质的一个出号机 这个东西成本肯定是爆炸高的 我也能明白为什么苹果要定这个价格 我自己体验完之后呢 我也觉得物超所值吧 我不缺这个钱 我肯定是会买一台的 但现实就是如果你不能卖三千五人民币 而不是三千五百刀 你就没法把这个东西普及到每家每户 所以我们只能期待接下来几年 这个技术迭代之后 Vision Pro的产品一线会怎么发展下去 尤其是如何把这个价格给大幅的降下去了 然后这次WWDC也是顺便的出了几款Mac 我就说顺便了啊 MacBook Air 15 这是一个比较轻薄的笔记本 厚度只有11.5毫米 那我现场颠了一下这个机器 确实要比14寸的Pro感觉要轻一点吧 但轻的有限吧 它实际上也不是最轻的15寸笔记本 最轻的是LG Gram 但是相比13寸Air的话 它的电池确实要大一点 66.5瓦时 但是续航时间好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因为屏幕更耗电了嘛 然后它比13寸的Air多了两组低音扬声器 但我现场听下来它这个音质感觉还是不如14寸Pro的 因为它和13寸的Air一样 它声音是从屏轴出来 然后反射到屏幕上 反到你的人耳里的 然后屏幕材质方面虽然大到15寸 但是没有miniLED 峰值500nit亮度 其实和13寸机型的规格是一样的 说实话你让我选 我觉得不如买14寸Pro 但是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苹果要做这么一个大屏的轻薄本 确实这块市场在普通人里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接着我也看了一下Mac Studio和Mac Pro 现在都升级到了最高M2 Ultra的芯片 也就是两个M2 Max粘在一起 苹果的同学把我拉到了一个小房间里 演示了一下阿凡达2的一个音频制作 一千轨加了EQ的一个Pro2的项目 大概是能把M2 Ultra占到一半以上的资源吧 那关于这个芯片呢 我们后面也会尽量去做一个更详细的测试 看一下它的性能到底有多快 以及有没有改变这个胶水核心的效率问题 Mac Studio确实和我预料的差不多 但是这个Mac Pro我说实话是有点没想到的 我本来觉得它会不会用两个M2 Ultra 结果也不存在这种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有PCIe拓展的能力 并且能够坐进服务器机柜里的Mac Studio 我还帮你们问了一下 这个PCIe是明确不支持显卡的 Apple Silicon从芯片层面上就不支持独显 然后我拍摄的内部素材 你可能看不到里面的散热器 它是一个裸度的芯片 小黑物理展示的那一台是有散热器的 那个散热的体积和上一代的英特尔版都差不多大 巨大一个铁哥带在上面的吧 这个M2 Ultra搞不好都能给它冻坏了 考虑到它的价格比Mac Studio要贵好几倍 这个产品就和普通的创作者没太大关系了 只有那些大的工作室需要用到拓展性的 或者是那些需要大量储存空间的用户才会去考虑 毕竟这个机器可以自己加硬盘嘛 而Mac Studio的闪存真的是跟金子一样贵了 好了 这两天我们也是体验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也非常感谢苹果能够邀请我们来他们的总部玩 接下来我离返程还有那么几天时间吧 可能就在附近转一转了 这两个月我们视频也是存了不少干货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后面更多有趣的好玩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电极块链店看看我的这件T恤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